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经济学家去谈谈金融各方面的情况形势 重要的是每天的股市的行情 我们的至少总理主管的常务副总理的桌上 每天都要中午一份晚上一份都要看 所以这个形势这金融是 这是关一到咱们国家发展的基础 没错 所以你看咱们刚才谈那集节目还讲 中国过去曾经有一个年代 一个时代是世事政治挂顺 现在感觉经济是龙头 是吧 这对国家领导人 上次您还专门谈到这个闹钱荒的时候 对对对 就说这个李克强经济学 对 所以当时 有这经济学吗 这经济学严格说是巴克莱银行 给咱们总理杜撰的 因为总理其实整个的思想在刚上来这几个月当中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成上席下衔接的过程 因此要说在这么快的时间就要总理自己出个经济学 那个显然是外行化就不大可能 但是外国投行呢 就杜撰这个经济学 他主要是谈三点 第一个就是经济上不刺激 这个金融上去杠杆 产业上调节构 重要的是他还有一句就是不惜休克 也要为了长远 硬着陆 硬着陆 可以硬着陆 而且月度的GDP跌到3%也不怕 所以咱们那620那些日子那段时间呢 大家觉得呢 你这个宏观形式上是不是要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了 所以大家就判断的说 当今股市上经济上 大家要想带动 无非就是活钱多 咱们经济能钱能跟得上 你就好发展 但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呢 他虽然是市场经济 但严格说叫政策市场经济 这货币政策就两类 一个叫宽松的 一个叫紧缩的 你像美国的QE量化宽松 这闹得全世界每个月都得跟着他折腾 像安倍经济学 他这都叫量化宽松的政策 叫货币驱动量化宽松 多用钱 他就是啊 我们上次提了 就当你利息降到0 降到0.25 美国0.25的利率 日本降到0利率 经济还刺激不起来 还不消费 那就印票子了 我往猪肉里注水了 你说李克强的这个经济学 但是呢 人家在宽松的时候 我们在这期间 他给我们安上说 你要紧缩了 所以一紧缩呢 又在把一些不好的污染啊 什么过长线项目啊 依靠一个简单的几个人啊 这个紧缩的这个思路去压缩 所以钱荒就从实体经济中小企业抽不到钱 成本搞到了二三十变成了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拆借的 就隔夜拆借利率啊 有的七天 折成年化的利率也到三十了 所以他这个形式一到三十要借个钱 那就要出问题 不过这件简单的说 所有这些都是不对的 是吧 我觉得这个话呢 因为他 我们这么讲吧 因为他对方得弄了一个李克强经济学 所以谁一问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咱们得先 得特别表明 就巴克莱 他杜撰的这个李克强经济学 很多人不太赞成 但是李总理说这个事情不是他的 但是这个现在能考证的呢 就是前几天啊 我们有一位也是经济学界 叫孟小苏 这个人来过你们这儿做过节目没有 我不清楚 他原来呢 跟克强总理都是在北大一起读书的 那么他在 他最近有个讲话 也就提到了 在达罗斯论坛上 所有人都关心这个 因为你下一步到底是紧缩 还是宽松 所以问到总理这个问题 那总理提到 那是别人给我杜撰的经济学 所以从这来讲呢 我们的媒体在宣传上 确实也应该 综合中国的过程 杜撰是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 他有这么一套主张 但是把这些主张 加了一个名字叫李克强经济学 这个有点拍马屁的嫌疑 这个是杜撰的呢 还是说整个这套主张都不是他的主张 这套东西是杜撰的呢 我觉得我这么回答这个问题吧 那么这一段股市也情况见好 经济上基本上看到 包括汇丰银行给我们的PMI的数据 就是经理采购人指数 超过了50 超过50就意味着经济在往上走 就是所有的工厂采购的指数需求量大了 经济要次上涨 从这几个情况看 这两个月数据都很好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是伴随着北戴河会议之后呢 基本上 李总理强调的是 李克强区间 就提到个李克强区间 这个也就是讲的 在这个区间里边浮动 我们原则上 我们的GDP的增长 不会低于7.5 这是我们经济工作会议定的精神 但是前一段赋予李克强经济学的这些 巴克莱银行的这些外国投行们 他们说我们不惜 为了长远掉到三也不怕 这显然是不合适时的 李总理已经明确了 这个区间我们是要守住的 GDP不能低于7.5 通货膨胀不能高于3.5 因此 因此我用这个事实来回答 这个难回答的问题 就是说呢 至少在总体的思路上 李克强经济学 并不是克强总理的本意 说上来就要紧缩 对 咱先别管总理了 这股民更值得操心 我代表股民问一个问题 您就现在中国这股市能玩了吗 你们俩这问题都挺难的 一看就是外行 对 没字 我这个不好讲 没想到三人行政问题都这么难回答 我要说能玩你要赔了钱 是吧 那你负责呀 我还得负责 很多人就这么 我们代表普罗大众 普罗大众就这么看 刘金鹏说过 应该涨到股市 应该涨到四千点 结果被他忽悠了 其实我说的是 中国股市这么跌不对 你这么跌 你这个 你什么事都干不了 你都容不了资了 而我们的成长性又不错 上市公司质量也挺好 他应该在两千点的水平上 我们的政策应该支持他 应该涨到四千点去 我这是讲给政府主管政策的人的 并不是让我们老百姓 结果老百姓听进去了 老百姓要涨到四千点 所以这话 我以后就特小心了 一谈股市 我就怕人问我 第一是能涨到哪 第二是该不该买 所以 那您说这十月份 好像有一个什么 也有个区间 是不是人们有个期待 是吗 其实这期待 从洗礼两位领导同志 这个我们主政以来 大家一直老判 从五一行情 七一八一到十一 到三中全会行情 国庆节行情都在判 三中全会行情 现在中国的大政方针 十年定义四 我知道 三中全会 那么怎么期待 原来前一段是北戴河行情 就说北戴河该统一思想了 股市 因为这一轮 所有的领导都期盼股市上涨 过去是我们有时候想不开 觉得这股市容易有泡沫 有风险 有赌徒 不易之财 他一起来就打压 有的领导同志认为 股市跌了没风险 股市涨了才有风险 这个思想很强 现在没了 也加上我们这股市 雄霸全球 老跟希腊为伍 所有人都 人心四涨 包括领导 那就是不涨 所以大家就判 能不能出好政策 北戴河能不能统一思想 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 你未来是紧缩还是宽松 明朗扶持股市 资金充裕 明朗了没有 是紧缩还是宽松 我认为基本上 北戴河黄金之后 至少巴克莱赋予 我们领导的那紧缩 的那个经济学 现在看来没了 听他都有花园的 你哪里听得清楚 那你要这么僵 我就只好说了 就巴克莱赋予 我们那克强经济学 我们现在不提他了 所以我们现在股市 开始涨了 开始涨了 可以买了 因为所有人感觉 那会儿要紧缩 现在至少我们要 守住一个区间 我们不能低于这个水平 不能一味 不能休克 不能再休克了 因为中国股民 已经够苦的了 中国中小 要在改革上做文章 不要在几个人 整天在琢磨是紧缩 还是宽松上做文章 你关键要改革 对 说到这改革 我也收集了您一些反动言论 但是这个广告之后 请教您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的家庭好可爱 一众兄弟姐妹 天天都为这个家 努力工作 也常聚会开party 即使性格不同 也能坦诚沟通 亲密分享 我爱我家 也欢迎您常来做客 点滴凤凰人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平常有个爱好 就是上过我们节目的人 我就开始收集他的反动言论 刘老师 你看 刘老师有时候说话也很猛 就是说资本市场 以创业版为代表的腐败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那么是什么呢 你看 这都是刘老师说的这原话 我都抄下来的 说是300个企业 我们花了2100亿的资金 我们本来是一个亿给一个企业 我们要2000个企业可以上市 可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只有300多个企业上市 这个期间如果市场没有这种公平和效率 股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面临的只有一步一步的蚕食 他说这意思 他们还没打出来 就说与此同时 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330多家上市公司 造成了900多个亿万富翁 114个10亿级的富翁家族 你知道吗 就说这300个企业 花了我们2100亿的资金 结果就造出了这些个亿万富翁 为什么这些家族企业一股独大 能够报复呢 我觉得这个话好像听着很痛快 虽然我也不太懂 也是我的问题 是 其实啊 现在中国股市为什么下跌啊 大家争论很多 因为从国际原因 国内原因上看 我们归不到美国去 我们跟他的很多货币 银行资本都没搭击 不是帝国主义倒乱 对 他的灾难是燃金玉严格说 是吧 我们不是没跟他同舟共计 对 没错 这几年太同舟共计了 钱都给他了 所以我们遇到这么多困难 人家还老不买账 第二个呢 就是国内的这个经济原因啊 宏观经济上 原则上 我们就是再差 我们都是7.8% 7.6%的增长 上市公司质量也不错 那么这股市为什么不起来呢 这些因素就是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里边 一个是货币政策的明朗 就刚才我跟徐老师讨论这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股市的监管政策出了问题 你这里边如果没有公平 跟我们社会一样 大家就不跟你玩了 你再怎么着 你这里到处都是制度缺陷 你坏人不抓 股民全都亏损 然后这里边个别人报复 所以这个创业版 基本上就是这几年的一个最恶劣的样板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创业版我还自始至终在参与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本来想 不是 那没有 没有 一到腐败的时候 拢不着我 参与很多是有关经济的一些法规的讨论的制定 对不对 就是说当时 我们要不要开这个创业版 我们是等于是 这个先开了中小版 对 然后就开了创业版 这个整个的旗帜是打着为中小企业服务 因为当时深圳最早想抢香港创业版之后 他也想开创业版 他又想保留主板 所以上届政府就把他的主板停了 那你弄创业版吧 可是创业版大家有争议 所以他就遇上创业版不成 欲恢复主板又不能很困难的情况下 深交所就利用为中小企业服务 当时发改委出了个中小企业租进法 说中小企业融资难 所以他就一步从中小版开始 后来发展到创业版 要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所以我们当时开这个版 有些同志有疑议 说怕他冲击主板市场 当时就说这些小企业 平均股本只有九千万很小 我们那几个银行都三千 两千多亿的股本 那这是小企业 所以给他们个五千万 就能启动创业激情 你想这民营企业五千万就是钱 结果就把它开了 开了之后 他们每一个上市报的 最多的木股资金运用 敞开了报 现在也就两个多亿 但是他们每一个企业 拿到了七个多亿 前两百家企业 发行价格都三十多块 然后是市盈率72倍 这在人类史上 这一定是大丑闻 就是说你这个市盈率这概念 你们俩都应该有 就是说你买股票 你两块钱买的 每年如果分一块钱 这就是两倍市盈率 十块钱买的 每年分一块钱 那就是十倍市盈率 这就是市盈率 他这得72倍 72年 就这种是 如果一个企业可以 十个企业也行 要两百个企业 平均试着说 就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企业 在那上市 但是我们的监管部门 总有几个人在那把关 你每次只能开进小门了 明明几百个企业 在一半进不来 他每次一开小门 放进俩来 然后搞市场化寻价 还要市场化 下边面对一大堆男人 上边白俩女的上来 大家也不 而且很多人 这还有几个托式的 串伤直头 这个好托 大家都是 甭管那是病女 妓女还是残女 进了门的都发 进了门全是高价 所以谁在那 他说呢 让你市场化寻价 但谁发门呢 我们监管部门 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他会利益会回馈到 那个监管部门 那现在谁也不能 这问题没有人敢回答 对 特别是在你们这 对 不能穿过谣言 不能穿过谣言 但是这里边 当很多企业 就是宁可花多少钱 他也要上市 一上市就亿万富翁 准入 就是我说的那个现象就出现了 就这边二级国长 股民赔的辈惨 那边造就这么多的富翁 亿万富翁 而且我看你还提到 他还没有效率 而且你是不是还提到 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说今年十月份 A股将要迎来创业版第一批上市公司的大飞 解禁潮 这个文章是前前年发的 前年了 我就看的是哪年的材料 去年 去年 因为这大飞到三年就减持 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在哪呢 一个是圈前 是上市公司 他拿走七个多亿是在公司里 但是我们这批的企业 他都是家族企业 一股独大 夫妻兄弟父子比比结识 上市前第一大股东持股50% 都是商家 不是官员 都是商家 这都是民营私营企业 家族企业一股独大来了 这个上市之后也在40%多 他们这个家族一股独大 他一个是董事会的治理结构 他聘个独立董事 他们家聘的 你没有治理结构 就是你们咱们节目老谈 这个制衡机制 社会如此 公司也是一样 公司就是社会 社会也 国家也忙往 也是一个公司的职业 美国就是一大公司 公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治理结构 如果是被他控制住 什么时候出小好消息 坏消息 这在会计上 什么时候并购重组 这个灵活性很大 而且重要的是 他一减持之后 他利用这些信息 可以高抛低吸 他就整个的心思 就不再制造电脑软件了 对 他就放在资本运作了 所以这些企业出不来微软 到都出来 上了市之后 股东就都玩PE了 对 所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给今后二级市场 这些股民得在二级市场买股票 可是二级市场 你买的股票 都是几十块钱一股了 他们这都是几毛钱一股 评估上来 然后 拥有的这么多股权 他跟你这三十几块钱 四十几块钱 同样的价格 所以 你现在上一个 如果是这种体制 他二级市场的减持 就可以在 个人在套现 所以就出现高管 辞职也要减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你说这些人挣钱 怎么挣得这么不公平呢 听来听去 我才明白 现在为什么 有志气的 有野心的美女 最大的心愿 就是找上市集团主席 是啊 极品啊 以前是什么 好科学家 找领导干部 找名人 现在不是 上市集团主席 而且听下来 是不是我的外行听来 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进去上市的集团 都赚了钱了 但是股民没赚到钱 现在是这样啊 它是两个环节 一个是这个 跟这个上市的企业相关的 他自己要有一个公司去上市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七个多亿 这前两百家圈钱 他是指的这个公司 他有银一股 他在发三千万股 每股三十二块钱 他那折股是几毛钱 评估一块钱一股折的 你得花三十块钱买他一股 这三十二块钱啊 一块钱进了股本 和他那一块钱一股的是平等的 那三十一块钱就进了资本公积金 资本公积金一进去 就按照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合理合法的 比如我占五十 咱们这个 这个三十一块钱里面 我就拿走十六块 就归我了 合理合法 这叫合法的博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这是上市公司圈到了七个亿 但是上市公司 他的那个股份 这发行到三十二块钱 也把他那一块钱一股 也带到了三十二了 他那股东还在这买钱 所以这个上市 这个股东不也赚了钱了吗 上市的最大技巧 就是公司在这圈钱 然后大股东玩资本运作 他在那卖股赚钱 他赚的不是这公司 卖计算机呀 卖什么电脑的钱 而是他在那卖股票 高价的时候 他可以卖出去 低的时候还可以买 因为谁能掌握这个节奏呢 他能掌握 那么这套规则 所有做生意的人都会做 那他们这个竞争是不是公平 所以在这个过程 大家就要打破脑袋 也要去上市 那么谁管门的监督人员 在这里 那在这里边就出现了责权力的不退制 就是我们证监会本来是监管的 但是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审批上了 所以你是一个审批的部门 就跟我们讲一样 你本来是警察 你是抓坏人的 你要抓交易所的问题 像光大的乌龙纸 公司有问题 交易所你要检查 你这个上市公司有问题 中介机构造假 你要干这个 但是现在呢 他又在管审批 出了问题之后 都是你弄出来的 他还有个发審委 发審委是他选的 原来这发審委就是各行各业 咱那名人 在美国就是文涛这样的 还书老师这样的 怎么叫我们去 他有的是包括独立董事 他有的是当然也有一些专业人士 会计师 在那个地方呢 他帮助把关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七比四票 你要七个人当中 有四个人投你赞成票 你就能上了 那问题是这个过程当中 这就成一关键环节了 所以很多人 谁是发審委 就打定交易 就要去拉拢关系 所以就怕他们腐败 原来是三年一换 后来就改成一年一换 如果他 但是一年一换发现 问题更严重 因为一年就到期了 咱得 对他有钱马上就用 那你快点吧 所以这个 但是他批了以后 发生问题 谁在负责呢 还是股民承担负利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或者大家说的腐败问题 在这里面一旦发生 现在股民我不跟你玩了 你不敢我不买 咱以后